在上周末的一场时尚盛典上 蔡康永以嘉宾主持的身份亮相 把康熙来了搬上了舞台 即兴访问了杨幂 孙丽 刘文等几位抢手的封面女星 同时搬来了徐峥所搭档 那这两个人都是伶牙俐齿的 咱们一起去看看女明星们怎么被玩坏了 一位是康熙大当家妙语林珠 一位是喜剧大导演 聪明绝顶 当蔡康永遇上徐峥 读摄程度也是不相上下 那我是和赵薇 所以他们为了要拍赵薇 不能不把你也拍进去的意思 不是这个意思 你不知道现在读者都很喜欢小鲜肉 面对天不怕地不怕的临时靠西组合 女明星们自总分成两类 一种是有问必答的豁达派 看看气场就知道 愉悦姑娘孙丽就是这一类啦 你跟先生感觉怎么样 很好啊 很好吗 很好很好 每年每一个节日 比如说我的生日 或者是我们的结婚 今天认过他的生日 他都会邀请我出去吃大餐 对 然后必须要求我穿礼服 属于是那种 一种是生怕说错的胆小派 在一类圈经验不那么丰富的超母流文 就因为跟崔石元渊源脱身 而被当场玩坏了 你知道我在找谁吗 我其实我就一头雾水吧 但是勉强我也听得上去 我还蛮感兴趣的 我在讲谁啊 全世界都知道 我没听清楚能再说一遍 当然还以情侣荡的身份成为了杂志5月20日刊的封面人物 什么叫自己挖坑自己跳 小编也终于懂了 520的意思是徐大远 520的封面 520 所以他们两个这么公开 我不懂 我不知道怎么样算公开 都讲成这样子 那倒不算公开 徐玲玲的例子摆在眼前 从来不学中意话题的大秘密 就连上海的路也走不稳了 谢谢 谢谢今天 谢谢大家 所以你是入无其事 你结束了吗 这个已经结束了 已经结束了吧